大家都知道,香港的地下鐵路系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 每天接待的乘客是五百萬次 涉及的車站超過九十個 所以要同樣地每一個車站動員去部署保護 實在是不切實際,也很難做得到 所以當日在一個遊行之後,也有這些很激進的人士 甚至大家在電視上看到都可以形容為暴徒的人士 就是大肆破壞了在港島區的中環站、灣仔站和銅鯉灣站 那個破壞的程度,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我昨天也是親自和運防局局長去看過中環站受到的破壞 中環站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恢復運作,繼續服務香港市民 都是體現了我們香港的精神 港鐵的同事告訴我 他們盡最大的努力,通宵達旦 都希望能夠在早上如期準時開回所有的地鐵站 為香港市民服務 希望大家都珍惜這個這麼重要的基建 當然我在視察完之後,也感到非常痛心 無論是香港國際機場,或者是香港的鐵路系統 都是香港的命脈 我在這裡呼籲,暴力的人士是不能夠再使用暴力去破壞重要的基建 或者破壞所有這麼多年來是很多人建立起來的設施和系統 不能夠說因為這些不是有生命的設施,可以肆意被破壞